根据医学报告 我这个病五年之内的死亡率90% 90%就是九死一生 只有10%可以活五年以后 那就看你相不相信这个医学统计 我想这个医学统计是不会错的 只是统计是统计 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有很多感触 今天在这个信息当中 我不会全部讲所有我经历过的事情 不过我是要跟大家分享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使我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 不是说好像完全改变了 但是我觉得加深了我一些思想 那就是说 一个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 你要怎么看你自己的一生 而更重要的是 神怎么看你的这一生 你觉得你过得很满意 但是将来在神面前如何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这是保罗最后的遗言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书 他讲得很清楚的 在第四章第六节 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 毫不含糊的说我要过世 我要死了 没有错 他写完这本书后没多久 他就被罗马的凯撒皇帝 触觉 他训道 他知道 所以这封信是他的遗书 他写这封信的心情 也是一些遗书的形式 写给他的门徒 他对亲爱的门徒 他称为我的真的儿子 提摩太 他在这种的心情下写的 所以呢 我倒不是说 今天我在讲我的遗言 我相信还不至于到内部 但是 我的意思是 从他对人生的领悟 也提醒了我 提醒我们在座 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怎么样看你的人生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我觉得基督徒人生观 刚好倒过来 为之死 你如何活呢 你怎么活得有意义 你怎么样活着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毫无羞愧 没有胆怯 没有害怕 因此 你把死亡放在你的眼前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手中 但我随时随地 有可能我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我应当如何 看我的人生 过我的人生 活得有意义 活得有价值 能够讨神喜悦 也让我自己 毫无恐惧 毫无遗憾 满怀喜了 这就是基督徒人生观 这一次 在医院住了21天 我自己最深刻的感触 那就是 不管你年纪多大 你以为你的人生 还可以活多久 重要的是 如果任何一天 死亡临到 神说 回来 我们怎么样对神交账 这是每个基督徒要面对 知道 在我18岁 受洗前 我刚刚信主 还没受洗的时候 参加一个丧礼 我就有这样的感触 我那时候就许下一个心愿 那时候我18岁 我说 主啊 不管你让我活到18岁 活到80岁 让我一生结束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遗憾 没有任何我觉得 好像愧对我的神的 我不希望我死后 别人给我的一个碗帘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痛思 我没有痛思 我可以毫无遗憾的 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欢然见诸 那是我18岁的时候 回想起来 六七十年过去了 感谢主 直到 没有六七十年了 五六十年 我没那么老 感谢神 让我能够活到今天 但是我盼望 我一生结束的时候 像这 待会我们要讲的 保罗怎么看他的人生 这点是你我 不管你年纪多大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情 来看看保罗 对于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观 他教导了我们什么 我们做个祷告来开始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知道 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 正如摩西 在诗篇九十篇所说的 求主保守我们 今天让你的话语 提醒我们 光照我们 也引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过一个 有价值 有意义 逃你喜悦的人生 决定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今天的经文呢 就是 请问代后书第四章 第一到第八节 请问代后书第四章 第一到第八节 我来念 那么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你手头有圣经 请你打开你的圣经 待会我们在详细的 说明的时候 也能够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第四章第一节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 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 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便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没好了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得到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 他显现的人 好 这是保罗的遗书的 最后的遗言 因此保罗写这些话 给他最心爱的门徒 提摩泰的时候 一方面语重心长 但是又不是那种 好像非常的绝望 或者非常的忧愁 不是 他很肯定的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跑尽了 所信得到 我已经守住了 看完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 信心 这样的把握 那因此呢 自然身心里面 第一部分 是勉励提摩泰 不要专心的传扬真道 为什么要这样勉励 待会会解释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 人不喜欢听 但不管人家喜欢听 不喜欢听 你都要专心的传道 第二个 要忠心跑完 这个人生的路程 跑完要忠心坚持到底 而不是 一有困难就退缩 要忠心的跑完全程 基本上就是这两段 第一 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 非常的慎重 非常的 你可以说严厉 他说 我在神的面前 他慎重的祖父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 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 和他的国度 祖父你 所以这个祖父 有四个基础 凭着这四个 保罗说 我提醒你 听我谈 第一 我在神面前 祖父你的 在这位创造天地的神面前 我祖父你 我吩咐你 第二个 我是在这位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 将来最后审判官是他 已经死的人将来都会不活经过他的审判 包括基督徒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了 也就是说信主的人死了以后 先经过审判台 没有信主的人 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也是有审判的 所以信徒 非基督徒都要经过审判 唯一的不同是 基督徒我们可以因着信 被审判的时候呢 被算为义 因信称义 不是不经过审判的 但是即使你是基督徒 虽然因信称义 神的审判台前 会显露一切的真相 一切的真相就包括什么 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 可能没过关 弟兄姊妹 包括我们当中当然 除了我以外 可能没有传道人 即使是传道人牧师 我们都要经过审判的 可能有许多传道人 将来在审判台前 过不了关 进不了天国 好像你今天 入境美国 入境中国 有海关的 有些人就会拒绝入境的 在神的面前 保罗提醒提摩太 在耶稣基督 这位审判的主面前 他嘱咐 提摩太 第三 凭着基督的显现 来嘱咐你 也就是说 基督将来再次的显现 那就是结束基督再来 世界结束的 他要显现的 同时这个显现也带来什么呢 神的国度 有基督的国度 我祝福你 那就是说 基督的国度 我们将来经过审判 我们要不要进入基督的国度 能不能进入 非常慎重 那就是下面所说的 你是不是忠心传道 你是不是忠心到底呢 你这条路有没有半途而废呢 这些都决定 你进得了 进不了 神的国 凭着神的国度 将来要显现的 因为他显现 他成为审判的主 这一切的一切 我慎重地嘱咐你 所以即使是 他最亲爱的 提摩太 他也知道 是一个忠心爱主的 神的仆人 但他还是要提醒他 我要离开这个世界 听摩太 盼望你前面跑得好 后面也要跑得好 好到底 非常慎重的 交代一言 我自己一方面 年纪到这个程度 信主五十多年了 全职事奉二十几年 当然如果从蒙昭算起的话 三十年 也的确看了很多 也听到过很多的事情 很深刻的感触 或者遗憾 有的人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就是 前面跑得好像还不错 到了晚年 不能够致死忠心 可能在这一方面 或在另外一方面 跌倒了 软弱了 失败了 将来神怎么审判呢 你注意看 先知以西结束 旧约里面 神对以西结束 将来神的审判标准是什么 一个义人 前半生都是行的义 最后离开主 背叛主 背道 前面的义一概不散 你这神公不公平 他一生都为主做了很多事 只是晚节不保 都没了 没了 神的审判原则 看最后 你跑马拉松 24英里 前23英里 跑得好 跑得领先 最后一英里 失败的话 你得奖不得奖 所以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泰 到目前为止 提摩泰啊 你跑得不错 你做得不错 但是记得将来 这位神 这位要审判的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嘱咐你 他的国度 要实现的 我们能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 他要显现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 还是算肿胀的时候 所以我要正宗的嘱咐你 用侍从的奔赴 要基础 然后呢 嘱咐的内容是什么 还有五个动词 我们中文的翻译呢 有些看得出来 有些看不出来 还有五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 不要传道 传道是动词 一定要传道 第二个是怎么呢 一定要专心 专心这个字 是个动词 不是形容词 专心 就不管得识不得识 你觉得现在时事不对 比如说 我传道了 可能有杀生之祸 而且不传了 专心 专心一致的 不管时事如何 时间如何 当然 得识不得识 不是说你什么时刻都在 比如说 在某一个场合 屋子板 就是床富 应床富 应床富 不管人家干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得识不得识 不到是说 人家艳客的时候 就是大传福音 我并没有说 这个是一个适当的时机 来做这件事情 得识不得识 那个识 指大势所趋 这现在在美国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在某些情况下 公开的宣扬你的福音 会怎么样 如果在美国 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地方 你表达你的态度 你对同性恋不赞同 你会怎么样 皮绷紧一点 得识不得识 你要表态吗 你不以福音为耻吗 这叫得识不得识 专心 而且 我传道 有两个动词 接下来又有三个动词 三个动词是什么呢 他下面这三 前面的专心传道 讲的内容是什么 传什么道 内容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目的是负面的 要责备人 要警戒人 责备和警戒 另外一个正面的目的是 劝勉 是鼓励的 就正面的鼓励 有负面的责备和警戒 这是传道的目的 传道 最主要是 要让你要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警戒人 责备人 包括对基督徒 对非基督徒当然也是 可是不要问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是自称是基督徒 所作所为 这是被盗的 不讨神喜悦了 所以你需要责备 需要警戒 但也有些需要鼓励 劝勉 有些人会灰心 劝勉他 鼓励他 所以这三个 责备 警戒和劝勉 这三个是传道的目的 但这五个动词 然后他就提到一个 要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那就是说 这个方法上 不但要专心的传道 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方法 百般的忍耐就是说 有时候你劝了 你讲了 人家不听怎么办 好了好了 我讲完了 不听拉倒 也不是这样的心态 要用百般的忍耐 讲了 他不听 还要再讲 还要再讲 你说反不反 对 先知 你看就位这些先知 他们是讲了又讲 讲了又讲 突然百姓 言而不听 继续忠心的传讲 先知耶利明 就位 国王的 君王时期 犹大国最后一个先知 就是耶利明 因为他眼看着 犹大国灭亡 眼看着耶路撒冷被焚毁 眼看着圣殿被火焚烧的 他传道四十多年 他就是 百般的人 从 犹大国末年 末年 有一段中期的时期 行情还不错 就开始传道 提醒大家要认罪悔改 没有人爱听 到最后 灭亡的时候 还是一样 百般的人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他就是坚持的讲 各样的方法 什么意思 你传道的方法很多 一用是嘴巴讲 公众场合讲 先知 以西节 神常要他用一些 行动句 用行动的方法 然后别人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有一次 耶和华叫以西节 你呢 要做个包袱 把房子挖个洞 从洞出去 出路都用洞出去 背个包袱 那那时候他在哪里 他在巴比伦的难民营 难民营里面 那你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 巴比伦难民营 犹大国还在 耶路撒冷还在 但我告诉你 耶路撒冷要被毁了 那时候的人 包括君王 都要挖个洞 从黑夜里面 滔滔的跑出去 可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逃得了 他用这个行动的方法 来表达一个信息 还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先知以西节呢 要侧卧着 睡 然后吃什么东西 都要秤金秤凉 你要问他 在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 加拿来犹大国 就是会这样 饥荒 然后侧卧右边 侧卧左边 是要担当 以色列国 北国的罪 然后另外一个 是犹大国的罪 等等 他用行动去 各样的方法 今天我们传道 不是一种很矮板的 只是说了就算 讲道是一个方式 有的时候用别的方式 也看不同的时机 不同的时机 所以像耶稣 传福音的时候 他常常有的时候说比喻 在湖边 在山上 任何地方 所以各样的方法 百般的忍耐 但是勿要专心的传道 目的就是为了要责备 警戒那些被盗的人 但是要鼓励 那些灰心软弱的人 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 像提摩泰保罗提醒他说 你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要专心传道 同时用各样的方法 百般的忍耐 目的 责备警戒那些被盗的人 劝勉那些灰心软弱的人 然后 为什么这样吩咐 为什么这么慎重了 理由 第一 他就提到说 时候要到了 现在就这个时候了 时候要到了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厌烦 抗拒 纯正的道理 老调理 就是那一套 人心厌烦 纯正的道理 为什么人心厌烦 纯正的道理呢 如果你打开圣经的话 我们现在读第四章 你读第三章 前一章 保罗在提到 末世 神的传道 要如何 第三章就提到 末世时代的背景 你念念看那第三章 不得了 你要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候 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放赌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甚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残言 不能自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言了 不爱神 一年十八个 十八个 末世时代的那种的 罪恶的光景 然后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有敬虔的外貌 就是说 他可能是当牧师传道的 他有 非常光鲜的头衔 神学博士 口才很好 教堂很大 开Loss Loyal汽车 甚至有飞机的 背了敬虔的实意 敬虔的真正的实意 本质 敬虔的特质是什么 没有了 但有敬虔的外貌 他可能是 有名的牧师 他可能是 有名的传道人 所以你读这个 单子的时候 保罗在将近 两千年前写的 他说 这个时代是末世 有这么多的罪恶 人家要专顾自己 他跟他天下自夸旁 会练起来 跟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有何区别呢 这不就是二十一世纪 现在的光景吗 所以 圣经是利古弥新的 是两千年前写的 可他说的 那个末世 岂不就是今天吗 或者这样说吧 从耶稣 复活生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末世 所以各位 末世不是主带来了 末后的大灾难 那几年 不是 从耶稣升天开始 时代就进入末世 用不同的情况来表达 末世的光景 所以今天就是末世 那因为在末世 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 现在是末世 人心是这样子的 就列了这十八样 所以这个时候请问 人会听纯正的道理吗 我怕没太多胃口 不是不信主的人不想 是连信主的 人心都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那觉得有没有什么新鲜呢 厌烦纯正的道理 当然你要知道 他所提到这些事情 一个是厌烦纯正的道理 第四节是提到什么 言耳不听真道 所以这边这个第三节跟第四节 它是叫ABAB的 A是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B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事物 再回到A 言耳不听真道 又来到B偏向荒谬的言语 所以你把A跟A' 就是第三跟第四节的前面 前面对起来就是反映 第一个厌烦纯正的道理 第二个 言耳不听真道 不听也可以翻译成背弃 转而背弃真道 不想听 另外一种是根本背弃了 违背了 跟厌烦纯正的道理两个是平行句 今天教会里的很多基督徒 很喜欢听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就是对纯正的道理没兴趣 尤其现在电子 网路 媒体很发达 过去两年多 因为瘟疫 大家都上网了 好 乖的人就上网来 到你们 Pollern教会来参加聚会 那不乖的人呢 网路太多可以听的了 那你挑什么来听 就辨别出信徒是什么样的信徒 有的信徒不喜欢听纯正道理的 有的喜欢听一些虚无飘法 下面会解释 听一些另外一些东西 所以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听真道 真正纯正的道理 胃口 这就是末世 考验书 谁是真的信徒 谁是虚假的 那不听真道 要听什么呢 他说人会偏向一些荒诞的各种的异端 那这些 这两年多 因为瘟疫嘛 不要说你们 我们这里教会也是如此 只是我们不用Zoom 我们是用Audio的 听录音的 有些人说 要有音响 还有影像 这才有吸引人 只用听的 会不会睡着 大瞌睡 我们已经快三年 今年是第三年结束了 我们是2020年3月就开始用录音的 播到今天2023年 现在3月底了 我们足足播了三年 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会堂 所以要实体聚会 我们还没有 不过感谢主 大概下一个月开始 要准备开工 那开工整修至少两三个月以上 所以大概到暑假以后 我们教堂才会开放 然后开始有实体聚会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用Audio的 用听的 那人数会不会减少 会 有的人就跑到别的教会去 跑到别的教会 不见得是违背真道了 但是我就是说了 那有些人可能就 人间蒸发了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 是不是有人也是如此的 那偏向一些所谓荒诞的异端 他第一种 他就提到说第三节后半 耳朵发痒 随同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什么意思 耳朵发痒 就是他不喜欢 常常听的 纯正的道理 他要换点新鲜的 然后随同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什么意思 每个人都有先有自己 既定的想法 然后根据自己既定的想法 挑师父 不是师父说的算 而是我喜欢听什么 我就转一个什么台 听什么样的道 增添师父 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我们的谦卑受教 谦卑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来的 而是对神的话语 谦卑受教 愿意让神的话开启我们的心 好像最近我的成根 常常在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那个作者不断的求 求主赐我悟性 使我能够往你的道上直奔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能够明白你的道理 遵循你的道理 求你赐我悟性 这叫谦卑受教 在神的话语前的谦卑受教 不是冲着某一个人的 但是有些人不一样 譬如说 我不知道你碰过这样的情形没有 我自己做牧师 做了这么多年 碰过很多种情形 譬如说 有某个姐妹来了 牧师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跟我老公处不来 我看我们不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看上另外一个 弟兄 我可以离婚再嫁吗 我说那不行 不行 婚约在神面前是神圣的 可是别的牧师不这么说 说了说了 人就不见了 懂吗 我有个想法 我想离婚再嫁 这个牧师不同意 我找另外一个牧师 最后有个牧师 那也行 既然没有爱情了 这个婚姻干嘛 算了算了 再嫁再嫁 有个牧师这么说了 有人可以替我背书 替我作宝 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一些师父 就有一些人所谓的师父 假先知假教师 他会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话 所以有的教会 看来人非常兴旺 但小心一点 耶稣怎么说的 天堂的路是小的 门是窄的 进去人是少的 通往地狱的路是宽大的 门是宽的 路是宽的 门是大的 进去人也多 所以我告诉你 卖一千万本的书 我从来不看 天堂的路是小的 往天堂的书 看的人是少的 喜欢人是少的 那么多人喜欢看 八成不带什么好书 当然这样的说法 有一点点太极端了一点 我只是开玩笑的说法 今天有些牧师在讲的一种道理 是什么道理呢 不必认罪了 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 把你的罪我的罪 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罪 都设了都承担了 你已经犯了罪 他替你设了 你现在真的犯了罪 他也设了 还有你现在还没犯的 以后要犯的 他都替你付代价了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哈利路亚赞美主 高高兴兴的进教堂就行了 不要再认罪了 不需要认罪了 你听过这样的道理吗 恩典福音 新加坡最大的教会 叫做New Creation 新创造的教会 那有牧师是一个 好像是印度人跟菲律宾 还是哪里的混血人 Joseph Prince 中国大陆教会 把它翻译成平约瑟 平安的平 Prince Prince什么意思啊 王子耶 不要认罪悔改了 所以教会 新加坡最大的 一万多人 如果一个做基督徒的 我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信了就好了 那么我有小三 没问题 我还给带一个上天堂 我赚钱赚得不合法 没关系 都不要认罪 那教会人满为患啊 按着人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不需要认罪悔改的福音 多好听啊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听这个 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 那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 提都不能提 同性恋是犯罪 得罪神 为什么 耳朵不喜欢听 但是圣经上是明明白白这样讲 你讲了 不但人家不爱听 甚至会敌对你 攻击你 我们牛英年这几个都 都是一样的蓝 只是浅蓝 我不太知道 缅英州是什么蓝法的 我们麻州是很蓝的 Vermont是深蓝的 你在这个地方 你要讲真道 恐怕有罪受的 所以 人是根据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而且这个都是假师父 另外一个偏向荒谬的言语 荒谬就是什么呢 没根据的 没根据的 人心就是这样 圣经上明明白白写的 不想听 不想去遵从 却想知道一些 探索一些荒谬无凭的东西 没说的 我特别有兴趣 已经说了 那就这么回事了 人心就是这样子 不怪 连很多基督族都是如此 喜欢钻找一些 圣经上没说的 然后就钻研 去探讨等等 那这些东西 叫做荒谬的 那这种情况下 就是 言而不听真道 这个 放拒真理的时候 常常会走另外一个阶段 但你说 为什么就有这些假师父 然后为什么跟随了那么多呢 好问题 我给你一个答案 保罗自己说的 保罗曾经在 贴撒罗人家后书第二章 第九到第十二节提醒我们 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有不法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神迹 和一些虚假的急事 第一个注意 不法的人是谁 带头的 所谓假先知 假教师 等级的这种人 叫不法的人 他是撒旦的仆役 照撒旦的运动 他可以行神迹其事的 但是却是虚假的神迹其事 虚假什么意思 不是说事情没有应验 而是那个来源 能力的来源 是来自于撒旦 你说有撒旦的神迹其事 你不相信吗 第一 在所有的异调里面 他们能不能够行神迹其事 你说没有 你是孤陆寡文 孤陆寡文 有个姐妹 她现在信主 现在做传道人 她在中国 原来不是基督徒以前 她就亲眼看过 一个喇嘛教的一个喇嘛 怎么样寻神迹的 她真的是神的 不是假的 但你说 她的神迹其事 是神给她的能力吗 不是 所以异教能够行神迹其事吗 可以 假先知假教师 能够行神迹其事吗 可以 但是虚假 就是说不是从神来的 她看到那个喇嘛做什么 在中国 那个姐妹那时候 是在国家政府单位工作的 她大概是秘书等级了 有一次陪她的长官 首长参加一个活动 不是正式活动 在座是部长级高干的 部长级高干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当然不是部长 有一个人就带了个西藏喇嘛来 你知道喇嘛这个字不是随便叫的 喇嘛就是我们基督教活佛 其中有叫仁波切 那个是西藏来的大师 那个一进来 然后那几个部长级在这里 对喇嘛笑一下 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人 无神论的 我也知道 我待会儿要说这些话 做这些事呢 你们都是不信的 哎呀无神论的 中间有个部长 这个姐妹 她的顶头上司 部长 这个老妈看她一眼 我知道你老婆 有病 心脏有病 不过呢你放心 你回去 你问你老婆 老婆现在就好了 你也许不信了 我摸摸你的口袋 给你放了一个宝石 那个部长 我老婆有病 她怎么知道 我有可能别人传消息 病好了 我回家问问 什么 我口袋里有一个宝石 你自己摸摸 哎 真的口袋里有个什么石头呢 我说是个宝石 我送给你的礼物 还有你们其他几位 你们口袋里摸摸 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中国国务院的部长级的好几个 每个一摸 那位姐妹那时候没信住 看着也傻了眼 哎 然后那个每个部长 态度立刻改变 神了 对这个老妈毕恭毕敬 这都是无神论共产党里面的高官 高干 一辈子不相信的 神奇奇事 那弟兄姐妹 请问这神奇奇事是哪来的 撒旦 那你说按的是异教 基督徒不会 不会 你读马太福音第七章 最后登山宝庆结束 耶稣怎么说的 将来到末日 一定有人说 我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神奇奇事 耶稣说 对吧 你们这作恶的人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弟兄姐妹 你想过没有 我独自然神仙 每一次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谁会奉主的名传道 大部分传道人吧 我们一般的信徒 你会奉主的名传道吗 你能够好好忠心来聚会 好好读圣经就不错了 你什么时候奉主的名传道 很少吧 当然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 你不是传道人 不是传道人 我不是牧师传道 但是要是传道的人 每一个信徒 应该去奉主的名传道 不要说我不是传道人 我传什么道 不 不是传道人 也应该是传道的人 可是那个人敢在神面前 审判台前说 主啊 我奉你的名传道 我奉你的名 行了神奇奇事 他说这样话的时候 有没有神奇奇事 当然有 这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这回事 他敢在耶稣面前这样说吗 可他说了 耶稣说我不认识 驱逐出境 没进天国 也破眼镜了 那弟兄姐妹 这一位奉主的名 行神奇奇事的人 一定是基督徒吧 对 很可能是牧师传道 对 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那神奇奇事也做了 用奉主的名 耶稣不认识他 请问神奇奇事的能力 来自于圣灵吗 什么 他有圣灵的能力 行神奇奇事 耶稣说却不认识他 如果耶稣说不认识他 可见他行神奇奇事的能力 不是来自于圣灵 那请问何方神圣给他能力 这段时间讲得很白 撒旦 撒旦可以给那些挂名的假先知 假教师 假牧师 能力行出神奇奇事 各位弟兄姐妹 皮绷紧了一点 小心一点 你看到的 听到了所谓的牧师传道 不见得都是神的仆人 有的是撒旦的仆人 好 不是到此为结束 第十节以后 这些不法的人 这些带头的人 会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大 神迹形的显给谁看的 显给一般的信徒看的 他叫做沉沦的人 这些信徒将来是沉沦的 叫做信徒 要打个引号 所谓的信徒 却是沉沦的 因为什么 他们 他们是指沉沦的人 不是不法的人 是那些被诱惑了沉沦的人 沉沦的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神就给他们 这个他们还是沉沦的人 一个强烈的错觉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翻译 强烈的错觉 以至于信从虚谎 或者是物从虚谎 错误的跟随 可是这个人难知其咎 他为什么会信从虚谎 为什么被骗 因为他本来就不爱真理 所以将错就错 你既然不爱真理 神就给你一个生发错误的心 或者说强烈的错觉 以至于信从虚谎 使得一切本来就不爱真理 不信真理 到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你知道吗 什么人会陷入异端 九条牛都拔不出来 陷入异端的人 自己难辞其咎 虽然有不法的带头的人 在勾引他们 但是你被勾引了 陷入了 还出不来的 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爱真理 神参透万事 神知道人心 所以 讲到这里 弟兄姊妹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当你不爱真理 厌烦纯正的道理 不听真道 从第一步 就会第二步了 你就会陷入异端 会随同自己的情欲 寻找一些假师傅 那偏向花美而言语 然后你就一去不复返了 你成为一个沉沦的人 沉沦就是灭亡的人 即使你受过洗 即使你自身是个基督徒 但是教会之中 就有一些这种沉沦的 所谓基督徒 所以因此 保罗这句话 讲给提摩太听的 但是对我们在场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很谨慎 小心的思想这个问题 我会不会是 受洗了 所谓归主的 却被列为沉沦的人呢 求主怜悯我们 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人 然后接下来 最后的嘱咐 对提摩太的嘱咐 你要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然后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所以吩咐提摩太几件事情 第一个凡事要谨慎 谨慎就是 你做事情要冷静 要有节制 谨慎一点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意思是谨慎 要冷静 要有节制 第二个人受苦难 坚持下去 人受苦难就是说 可能有外在的逼迫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苦难来自于教会内部 我们常常以为逼迫来自于信徒之外的政府的逼迫了非基督徒的逼迫了但你会想过教会里面有逼迫吗教会里面有苦难吗 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讲的纯正的道理人家不想听耳朵发痒然后怪你怪你讲的老草你会觉得很受苦难 会呀但你要坚持不懈 我好几次在不同的地方讲道的时候就是有当地的传道人有时候跟我私下谈起来眼泪汪汪啊 他觉得做不下去了 传的道没人听 是基督徒不听 不是非基督徒不听 但是弟兄姐妹 怎么办 所以我跟那些传道人有时候彼此互相勉励 因为我不是只是勉励他呀 受勤励也可能临到我呀 忍受苦难坚持下去 然后坚持的做传道的功夫 无论得是不得是 勿要传道还是要做传道的功夫 不能做逃兵 尽忠职守 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叫做自死忠心嘛 那做到底 不要晚节不保 不要到最后 我们去做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并不是说不做牧师 不做什么 而是说你的心思 你的意念已经不在神的身上 你看牧师地上的钱财吗 很可惜的这样说 今天有些传道人 真的是以敬权为得利的门路 他做传道人 做牧师 这是敬权的工作 侍奉没有错 但是不要用敬权的这个工作 来成为得利的途径 今天有多少的牧师传道 华人中也有 西方人也很多 世界各国的人 用这个侍奉的身份 开豪车住豪宅 我最近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 很痛心 但这就是末世 他们可以坐头等舱的飞机 我不敢啊 我向来只坐经济舱的 因为我的绰号是丐帮帮助 住一定要住 不要说五星级 还种种套房 我说耶稣会住这种房子吗 耶稣会坐这种飞机吗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今天牧师为什么过这种生活 我觉得这就是已经 离经叛道了 我没有说牧师一定要过一个清贫的日子 生活 也不是要教会给牧师少一点薪水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倒过来说 牧师传道坚持要高薪 坚持要过一个奢侈的生活 然后说这神的祝福 我不信 将来我们到神的审判台前 这些都要搬过来 到时候耶稣的审判才是关键的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 耶稣所说的就是那个意思 到那一天 一定有说 主啊我奉承的流行传道 我建立一个超大的教会 二十万人的 哇我为主做了这个 做了这个 然后耶稣可能一句话 就把你打回票 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这个作恶的人 所以天堂的门 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所有的信徒 包括牧师传道 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 要这样 所以最后 当保罗提到说 我交电 我离世时候 到了时候 他自己的一种 最后说什么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主要美好的仗 就是个精彩的仗 不容易打 但是精彩的 尽力而为 最后赢得的胜仗 我只看到报纸的消息 我没有去真正看那个节目 你知道 最近刚刚在这个 亚洲 可能在台湾吧 经典赛 棒球的世界级的真正经典赛 我问美国什么世界冠军 只是美国自己打的 这个经典赛就是世界各国打 结果今年经典赛的冠军不是美国 日本 所以美国的这个棒球 最后来有world champion 这world只是美国自己国内 说的爽的 你跟别的国家比比看 不见得 所以美国 第二名而已 第一名是日本 那我是看报道 我没有看实况转播 那一场仗 叫做美好的仗 最后 双方出现一个 世界级的 高手 投手的 号称二刀流的 一个日本 能投能打 打的最后一棒是美国 打几率最高的 这两个刚好同一队 在美国的天使队里面 职业棒球赛同一队的队友 一个是美国打几率最高的 一个是美国投手 非常厉害的 但是日本人 最后把他三振 而且三球而已 三个好就把他三振 中间没有换球 美好的仗 精彩的仗 而且赢了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生经过许多的战役 都很艰难 但是精彩 最后得胜 得胜是靠主得胜 美好的仗我打完了 当跑的路 我跑近 这条路 赤凤的路 是个长跑 不是个短跑 不是一百米的 跑马拉松 一股劲冲完了 马拉松常跑 所以要调整步伐 坚持到底 你这个马拉松的跑步 如果你前面 放的力气太多 跑得很快 你跑不完的 跑不完的 所以你要调整步伐 我说一点点 一点点 我自己生病以后的感触 开了个刀 身体要复原 算算自己的日子 75岁还能活多久 如果神联名 我再活15年 就90岁 够了够了够了 但是我这个病 我一开路就说了 根据统计 我这叫胆管癌 你知道有胆囊 胆肢 胆管 胆囊的胆肢 送入十二指堂 那条管子叫胆管 我是胆管的癌 很少见的 美国一年 大概只有5000个 但死亡率很高 复发率很高 死亡率 五年之内90% 所以说九死一生 但我在开刀住院的时候 最初头几天 根本不知道 开完刀 只有结果怎么样了 但我已经想过了 我说我的日子 都可以 屈指可数了 所以的确神提醒我 一件事情 我要调整 我的侍奉的步伐 所以有些侍奉 我可能不能再接了 我要婉拒 有些我可以继续做 所以我要调整 我的步伐 使我这一个路 要跑完 所以当然 我之前身体状况 还好的时候 我可能很多事奉 我都接了 但是我觉得 在我最后这段时间 我要重新思考 调整一下 哪些最关键事的事奉 我要接 继续做 做好它 有一些 我可能要婉拒 说no 我不能什么聚会都去 不能什么课 我都交 也不能说 什么地方 我都要去 近一点 像你们这边的话 比较近 网路 或者我来一趟 都可以 远一点的 包括亚洲 我可能要减少 常跑 你的事奉 就是如此 不要让你 burn out 烧近 烧焦 所以保罗说 那当跑的路 我跑近 他已经准备好 见主面 最后一个 所信的道 我守住了 所持守的真理 没有偏离 坚持到底 所信的道 我守住 当这三点拿到的时候 他就说 所以我知道 有一个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神给他存留的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耶稣基督 到那天要赐给我的 所以他说 不但赐给我 也所有反爱慕 基督耶稣显现的人 神都会给你 同爱一个冠冕 这个冠冕是什么 不是皇冠 不是冠军才能得的冠冕 是马拉松竞赛完毕的时候 每个人会得到一个冠冕 个贵宿的树叶做起来了 各位等着瞧 四月中 我们马上就有 波士尔马拉松 你看他最后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 当然他是给冠军的人了 就一个桂冠 不是黄金的 就是树叶的 桂冠 所以不是皇冠 这个桂冠 而且不单是 得第一名的人 我女婿以前跑马拉松了 现在她五十岁不跑了 她有一次去芝加哥跑马拉松 跑完以后 芝加哥的最大的报纸 就登了一个 所有跑完的 参加了三四万人 只有六千个跑完的 六千个人的名单 全部列成一大张 小小一个字 我女儿特别 把我女婿的名字 框出来 她大概得了 六千人通过 她大概是名字 如果按照时间的话 大概两千多吧 她不是那种跑得很快的 每一个通过的名字都在那 弟兄姐妹 如果没好的仗 你打完了 当跑了 你跑进了 当守得到 你守住了 将来你也会得到 跟保罗一样的一个桂冠 所有爱慕基督显现的人 你都会得到一个桂冠 给所有所谓的得胜的 不一定是第一名的 我们当中也许很少人会想说 我将来在神面前 我会跑第几名 我告诉你 将来只算你跑完了没有 进了没有 完成的你的职份没有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智 如此互相勉励 所以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开刀完 后来医生告诉我 我这个是胆管癌 然后癌症科的医生建议我 你要不要 接受一种化疗 他叫预防性化疗 因为理论上我胆管是出奇的 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 90%以上 发现胆管癌 或者很接近的叫胰胀癌的人 都是第四期的 所以到了第四期发现以后 死亡率 五年之内90% 我这个是很少见 非常早期 所以呢 目前没有看到癌细胞 预防性化疗就是化疗 但是药量低一点 预防因为没有看到癌细胞 但是我查了一下 如果 不用化疗 大概平均寿命 39个月 三年零三个月 用了这个化疗的药 平均寿命 延长12个月 平均活51个月 四年加三个月 就说你用了化疗药 还是有风险的 那换句话说 就是还要倚靠什么 后来我跟师母商量一下 我们决定不用那个药 我们换一个药 什么药 刚好你们今天就读经读内断吧 你还记得吗 今天要记得清清楚楚的 切莎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所以我们决定 不吃化疗的药 我们吃这个喜乐的药 所以呢 我现在从出江湖开始侍奉 至于我能活多久 交给主了 我们没有吃心妄想 神一定要什么一只我 我怎么样 但我相信 神会按照他的旨意 存留我的性命 直到 神说够了 回家吧 我就高高兴喜的回家去 在这个之前 我不接受化疗 因为化疗要六个月 再加上化疗之后 我才慢慢康复 我大概至少一年 我大概是病歪歪的 啥也别做 但是 我们宁可 全心全意仰望主 因为你用化疗还是要仰望主的 因为化疗的结果 仍然有可能复发 仍然有可能死亡率很高 那我已经想好了 我也没有说要活十几二十年 但是 不管神让我活多久 那我学习 保罗的心态 打灭好的仗 炒进 这个侍奉的人生的路 守住 神要我守住的 我的一生 就准备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 也为我带导 让我有生之年 能够坚持道理 我也盼望我们当中弟兄姐妹 你可能不是传道 不是牧师 不是长老 不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 也应该是传道的人 即使你不是传道人 那我们都持守这样的信心 不要传道 要专心 不管别人怎么回应 坚持到底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现场感恩 保罗离开世界以前 对庭姆太的勉励 也是你要借着他 对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勉励 让我们都能够一生 以这样的心态 让我们的一生 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你引导带领我们 求主 让我们的人生 真的是丰丰满满有你的恩典 正如今天的经典的经文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写恩 让我们以这样的心态 来过我们的人生 也能够荣耀主的名 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